南投仁安乡长补选 高票当选者江子信 千号一早汉竞选团队从埔里出发 沿途感谢乡民的支持 即将接下乡长职位 面对仁安乡号称全台最危险道路 也就是逢雨避塌的头89线 江子信坦言将是重大难题 但会竭力与县府中央沟通 争取附建工程的经费协助 89线的一个道路 那是全国最烂的一个产业道路 也是线道 但是坑坑洞洞的一个路况 常常让我们乡民觉得非常的难以接受 除了配合我们县政府 园民局还有我们公务处 来做一个改善之外 经费上面只靠线是不足的 中央我们还是希望能够 不管是园民会 或是我们的整个中央政府 能够来帮忙协助 当然立法委员 我们也会寻求来协助我们的部落 挥手致意 谢谢乡民支持 江子信表示 服务不分族群 会在任期内 尽力推动基础建设 文化观光 以及农特产品销售等证件 建设推动乡内停摆多时的行政业务 接着要不必按单通人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敏יצCorechno 各批省 请不吝点赞 区域 创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敏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敏换口